哈囉囉大家好 我是松米 今天主要是介紹四個職業 分別是魔劍士、魔攻守、幻影師及復甦者的開啟方法 其中也會提供給大家大師技能拿取的方式 本次影片會告訴大家路線該怎麼走會比較順 那你可以不用迷路就到達目的 一路順暢走下去不用再返回 以及快速得到吸酒的方法 那如果你喜歡觀看遊戲攻略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最新發布的影片內容囉 我們就出發囉 首先第一個先介紹魔劍士 也是今天這支影片比較好取得的職業之一 他的大師技能叫做狂亂之士 主要是能夠快速使用連續攻擊 不過耐力消耗的非常大 所以個人建議大家可以搭配普通攻擊 這樣子才能恢復耐力 那要如何取得魔劍士這個職業呢 首先我們需要先過一些主線任務 也到前往牛車大道之中的前往梅爾城 抵達到梅爾城的時候就會觸發劇情 我們會看到一隻輾滿紅色青春痘的龍 之後就是開扁他 打到一定的時間他就會飛走 這時就會看到這位老兄 大家不要錯過 一定要跟他進行對話 這樣子就可以開通魔劍士的職業了 記得是要點選 詢問戰鬥技巧這個選項 另外也不要忘記去找倫娜特 這時找他對話有機率可以獲得戰士的大師技能 緊接著因為要一次性帶大家開啟魔攻守 幻影師及復甦者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準備以下的物品 分別為三種部分任何種類的藥草 及三個奇異酒 奇異酒可以使用水果酒加上奇異尾巴調製而成 緊接著我們再去關口旅宿之鎮 這裡會有一間一品店 他可以幫你製作宴品 一品店是藏在一個上坡的旁邊 我們往下走就可以看到了 之後我們選擇委託製作宴品 將信義酒給予他製作 緊接著他會請你明天再來 你在過去一天後就可以領取到了 以上的材料都準備好後 我們就可以準備出發囉 個人建議大家可以在出發前 更換成魔劍式的職業 主要是因為怪物都會比較高等 然而魔劍式職業有一招叫做防彈神音 主要是可以防禦敵人的攻擊 這樣子不管是玩家還是水蟲 死掉的機率就會大幅下降 之後是要開啟第二個職業 也就是幻影師 這個職業可以說是完全輔助角色 沒有實質的攻擊傷害 大師技能叫做幻龍妖影 也只是虛瞻聲勢 簡單來說就是完全沒有攻擊力 只是去嚇唬其他的怪物而已 那要如何獲得呢 首先如果你有獸人面具 就可以從關口旅書執政直接往下走 這樣子就會經過禮拜神廟 在這裡就可以獲得幻影師的職業 與大師技能 不過如果你跟我一樣是沒有辦法通過的 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到格爾科大洞窟 從這邊往下走 在這裡順便跟大家講一個小技巧 這樣你還沒有開圖前 實際上你只要回到暫停功能表這裡 就可以看到你附近尚未開圖的地圖全貌 這時使用標記 也是可以看得到的 就像是這樣子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直接在地圖 抓一個大概的位置後標記 再回到暫停功能表看 就可以知道地點在哪裡 像是禮拜神殿可以明顯的看到有建築物 使用這樣子標記後就可以減少迷路的機率了 使用這樣子標記後就可以減少迷路的機率了 引接著因為洞窟內部有點複雜 所以我帶大家擠走一遍 這邊會看到旁邊會有一個小石碑 前面有一條小路我們跳過去 這樣子可以減少遇到怪物的機率 跳下去之後呢我們再向左走 抵達到這裡的時候 又會看到有一個小石碑 就代表你沒有走錯 繼續往前走 出來之後我們又會看到另一種石碑 我們向著這個石碑的方向走就可以了 之後這邊會碰到一隻石巨人 看大家是要逃走還是要直接把它打倒都可以 出來後呢我們繼續向前走 走到會有看到建築物的地方 代表你沒有走錯 繼續向前走 緊接著會看到一個橋 我們直接走過去 那時會看到右邊有一個山洞 我們往這個山洞裡面走 然後也可以看到這裡 那你會看到你 小石碑的石碑 那你會看到這裡 你會看到這個石碑 是那邊有一個山洞 那邊這個石碑 很變成是一塊石碑 然後你會有一個山洞 一直往上走就可以抵達巴克巴塔爾的城鎮了 抵達到巴克巴塔爾之後 大家可以在旅館休息存檔 準備完畢後,準備朝禮拜神廟前景 建議大家順著主路走 就是地圖看起來比較寬敞的那一條 這樣子就可以抵達到這邊有野營的地方 緊接著繼續走 之後向右邊看會看到有這個建築物 就代表你沒有走錯 繼續往這條小路前景 這樣子就可以到達禮拜神廟了 這時再往左邊走 因為我們主要是要找到幻影師的真身 所以要爬上去才可以 這邊會有一個梯子 頂達之後呢就會觸發劇情 這時就可以看到幻影師的真身了 跟他對話完畢後 就可以得到幻影師的職業以及大師技能了 接下來就是要到石龍塔 去拿取魔劍士的大師技能 在過去石龍塔的時候會遇到一座橋 如果橋沒有壞掉的話 可以直接走過去 不過如果你跟我一樣 不幸被怪物打壞的話 也不用擔心 我們視線往左移動 這時你會發現 這邊有兩塊很接近的眼筆 只要角度抓對 這個距離是可以透過 玩家助跑跳過去的 走到石龍塔後就可以看到青春鬥龍了 緊接著把他打倒 就可以獲得魔劍士的大師技能 另外大家也不要錯過 石龍塔二樓這邊會有一個寶箱 這邊可以獲得龍靈盾 畢竟一個武器貴桑桑 房子都比武器便宜多了呢 所以要記得過來拿唷 再來是魔攻守 說真的 他的大師技能我覺得是最強的 叫做迅身霸王弓 不過也是屬於半吃炮類型 因為只要使用一次就必須消耗你的血量 並且是要睡覺才可以回復的那一種 可是攻擊力相當的強 可以一擊就打倒兩隻巨人 首先我們要去的位置是 德拉布尼爾大師窟 他位於石龍塔的右下角位置 一樣我帶領大家急走洞窟內部 以防大家迷路 這邊很常碰到一些蜥蜴怪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打倒蜥蜴怪之後 我們繼續向前走 之後呢 我們要往左邊的這個洞窟前進 走過來之後會遇到一隻巨人 把他打倒之後 我們繼續向左走 跳過去之後會看到有一個寶箱 拿完之後我們繼續向前走 下來後我們會看到前面會有一個洞口 我們向這邊繼續往前走 開始後面會有的 我們會看到老闆 x2 把他們嚇到你 在這位置,放到這裡 在這位置上 第二項 兩隻巨人 兩隻巨人 一隻巨人 再讓我 一隻巨人 瘦 二隻巨人 一隻巨人 一直往前面前進後 會看到這一位老人 我們跟他進行對話 這時就會觸發一個任務 請我們提供三個藥草給他 藥草類型並沒有限制 隨便哪三種都可以 緊接著他會邀請我們去他家 建議大家先開啟任務的指引 這樣子就不會迷路囉 抵達到他家之後呢 這邊會有一瓶西藝酒 大家要記得拿哦 緊接著我們再跟老人進行對話 他會請我們護送他到溫泉 我們只要先開啟任務指引 之後順著任務指引的方向走 就可以到達火山島營地 溫泉主要是在裡面 先找到他們的武器行 之後往前走 走過來之後呢 會看到左手邊有一個梯子 往上爬 之後一直往前走 就可以到達溫泉了 抵達後就會觸發劇情 這位老爺的精靈夫人就會向你對話 這時就會開啟我們的魔工手職業 大家要記得再跟他對話一次 就可以獲得大師技能囉 最後是復甦者 說真的這個職業比較特別 主要是將其他的職業所有技能合而為一 你可以一下使用魔劍士 一下子使用魔工手 大師技能是可以快速切換武器 位置就是剛剛的火山島營地 溫泉這裡 前面會有一位MPC 跟他進行對話 給予他三瓶西一九 就可以開啟復甦者的職業 及大師技能了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哪一個職業呢 我目前最喜歡使用的是復甦者 再加上魔劍士與魔工手 這樣遠近皆可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希望這支影片有幫助到你 如果你喜歡觀看遊戲攻略 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子就不會錯過 我最新發布的影片內容囉 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掰